今天去这篇作文是讲停电的一天 那么这个老师一个提示是 这是继续过去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动词一定要用过去式 那么内容的部分 主题句我们来设定一个情境 那为什么会停电 很可能就是墙台来清洗 然后造成停电 这个是情境的 第二个就发展了 那停电之后 怎样 食物会坏掉 所以煮晚餐 那么就没有电 用手电筒照明 煮完之后 那个晚餐就非常的难忘 风雨交加 一面吃饭 一面外面狂风暴雨 好最后 感想要节约能源 没有水 没有电的日子 真的是很难熬的 我们从主题句开始来设定一个情境吧 就讲有一天 好 one day 老师把颜色变成黑色的 有一天 如何 一个强烈台风 a strong 也可以用 violent 那么还有人用 sharp 台风 typhoon 来清洗台湾 老师讲过了 要用过去式 所以这边我们用过去进行 我是hitting 台湾 那么这个 重点就出来了 然后呢 因为台风侵袭 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 电力供应中断了 所以那是另外一句 我们可以先加个连接词出来吧 and it 那it就指前面这个强烈的台风 造成了 cause c-a-u-s-e-d 不要忘了 都要用过去式 造成什么 水啊 电啊 我们这边是讲停电 所以我们用电就可以了 cause the supply supply是供应 就是电力的供应 off electricity t-r-i-c-i-t-y cause 后面啊 要接to 造成什么 电力的供应 被 关掉了 被关闭了 所以这是被动 因为cause 要加to 而且呢 电的供应 是被中断的 所以我们要用被动的写法 因此要用 to be short off 被关闭了 好 这就是我们主题剧 情境的 说明 很快就出来了 下去我们进入 发展剧的部分 发展剧是怎么办 要煮晚餐啊 那个冰箱的食物会坏掉啊 是不是 现在我们就来补一个表原音的一个复权指句 二次就是由于 那么由于没有电 而是 后面的句子就是主要指句了 冰箱里面的食物很可能会坏掉的 那么食物 有些还比较不会坏 有些肉类就比较容易坏了 我们就可以写 some food 食物 在哪里的食物 自文自答 in the refrigerator okay refrigerator 这个是冰箱很不好念 如果写不出来 就写简单的 icebox 这就是冰箱了 好 这样子我们就要写动词了 主持在这边 一些食物 好 那么动词就在后面 可能会 my go bad 可能会坏掉 go bad 就是坏掉的意思 好 这个就是 发展句一开始的一个 说明 那么 妈妈就决定啊 因为那个原因 食物可能会坏掉 所以妈妈还是决定要煮完 转餐 那这个我们的转折语词 就可以用这样子 用dilful 因词 要不然就写 另外一个 for that reason 因为那个原因 这些转折语都是在句子跟句子之间的成转语词 让这个内容很顺畅的就接过来了 好 因为那个原因 mom 决定 decided to cook dinner 这样子 但是呢 没有电啊 对不对 however the problem however the problem the problem is no electricity hey 这个 就是转过来的 妈妈决定要煮晚餐 好 然而 问题是 没有电 所以因为这讲过去的事情 我们这个意思就要改用 过去是 没有电 好了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好了 你就想出一个好点 用什么 用手电筒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 at that moment 就是在那个时刻 我们就可以写at late moment 就算妈妈讲说 要煮晚餐的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我就想到了 i came up with oh came up with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片语 动词片语 想到 想出 好 at that moment 就是时间的一个片语 我们可以一直 这个 衔接的时候呢 如果你有想到适当的片语 你就可以添加进去 team up a good idea 就想到一个很棒的ideal 那么什么点子 我们可以用 冒号 那后面就是要补充说明 你这个好点子是 什么 用手电筒来帮助妈妈 后面就是补充说明的 using fleshlight 手电筒可以用 a flashlight a flashlight 那么英国人会用 a torch 用这个来干嘛 来做什么事情 我们英文就是用 to 借过去 to help mom 帮助妈妈煮晚餐 help后面又要加原型动词 我们就原型 cook dinner 这个 就是你想出来的一个好的点子 好了 既然 有解决方法了 妈妈就开始这个煮晚餐了 接下去我们就来把这个情境 这个流程给他描述出来的 mom was happily 很快乐的 在那边什么啊 cooking 就是两次进行事 妈妈一面再煮晚餐 那我就站在旁边用手电筒来照明 所以我们应该是两边都用过去进行事 我是cooking dinner 那我怎样 while 这就是对照的一个写法 while就是讲 而 妈妈一直在很快乐的煮晚餐 而我呢 因为这个情境是很特别的 所以while I was 我 站在他的旁边 I was standing 站在他的旁边 英文怎么讲 beside side beside是站在什么旁边 千万不要写错了一个s beside是除了什么之外 你要讲旁边就要用beside her 站在他的旁边 那 下面 要补充说明 附加的一个动作 英文在附加的动作 尤其在描述动作进行的时候 有一个写法是非常帅的 那是用with来带动 with就是表示附加的动作 with我的手拿着一个手电筒 with my hand holding a fresh light with 这个with是高档的写作 with 后面我的手 我的手怎样 正拿着一个手电筒 所以因为这是介细词 所以这个地方用现在分词 表示正在拿着一个手电筒 一面竹 你们就一面拿着手电筒 大概多久之后啊 我们流程要很完整的给他说明清楚 大约或者是about 也可以 这个 五分钟之后吧 好 after 大概要15分钟或者是20分钟好了 about after 用after 20 minutes 就是大约 大约20分钟之后 后半段 终于我们完成了 we finally finish finish后面 要加ing 因为这个晚餐是我跟妈妈联手的 所以we finally 我们终于完成了什么 这个cooking delicious 很美味的晚餐 当然你这个好不好吃也不一定 不过呢 你如果用了delicious 那大概是用这个引号来讲 嗯很美味哦 这是台风之夜煮的晚餐哦 那么为谁煮啊 为我们的家人 全部人都鸡肠鹿鹿的 for our family 那家人在哪里啊 爸爸啦 或者是弟弟妹妹啦 通通都在餐桌上等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补充说明 who 关系 子句很好用 你只要补充就可以加进去 这边出现了家人 家人怎样 马上就添加 他们啊 正很饿的在等着 who were hungry waiting 在哪里等 在餐桌上等 餐桌 at the dining table go ok 这个是第一段 用手电筒照着 煮晚餐的一个 情境的叙述 好老师暂时先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